今天,我的一个好哥们,郭真明,他现在在云南乡里拉,被当地的国宝谈话,打听我的事情。 我松装的很多朋友,今天家里都去了警察找我,搜查我,他们的目的下而易见。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?就像很多朋友给我留言一样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 我再一次恳求大家,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,像我一样说真话。 黑暗,恶死厉死害怕,真的东西都存在。 他们这样疯狂地找我,收捕我,是他们在胆怯。 今天是八号,还有十天,就是我女儿,华清城的生日,三周岁生日。 我已经答应她去,就是给她过生日。 她天天四平跟我喊着爸爸,爸爸,我要见到了爸爸。 我的生日爸爸回来,但是我现在不敢坐火车,更不敢坐飞机,也不敢用身份证去租电开房。 我只能东渡西厂,东渡西厂去,在朋友家去,我虽然现在离开北京,但我对自己的安全也不敢信心。 但是我,我不知道今年,我女儿生日的时候,18号生日的时候,我还能不能去,我还能不能去看我女儿。 我像我病中的爸爸,我也不敢回家,去看她。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八四多岁了,可是我不敢看她。 女儿,你知道吗? 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赶上去,给你过生日。 四二月四八二的生日,你三周生的生日。 你知道吗? 你那次的,跟我视频,笑的喊我爸爸的时候。 爸爸,爸爸心里是多么的高兴。 多么的开心。 爸爸所做的一切,就是希望你们这一代人,不要像爸爸这样哭。 一个说春花的,机会都没有。 还有啊,告诉你们想抓我这些人,花用没有什么把柄在你们手里。 前一段时间,我卖,我卖花,卖了几十万。 那是给我闺女的奶粉钱。 还是,还有就是我给,闺女按揭房子的钱,我要,我要还掉。 我不希望我有一天蹲监狱了,我的丈母娘和前妻,还被造这么大的债务。 你们要收税,派税务官来。 我会让朋友把我的,应该交的税给你们。 花用不想偷漏一份税,但是你们派警察来找我。 这是我无法承受的,花用没有硬核把柄。 就这几天我卖的花,我也想交税。 按你们的规定,我去交税,OK? 那么花用没有什么把柄在你们手里。 不要派警察来,你派税务官来。 我让好朋友给你们,把我卖花这几十万的钱的应销税给你们。 还有,你们现在没捎摇我的家人,感谢你们。 希望你们不要再捎摇我的家人,不要捎摇我的妈妈。 不要捎摇我快过生日的女儿和我的丈母娘,我的前妻,我的朋友们,请你们都不要捎摇。